每次有發燒殘酷 防堵武漢肺炎高一大腐射 醫院實地演練動起來 病外到急診室 護理人員初步詢問病情 測量體溫確定發燒 疑似有武漢肺炎症狀 就立刻通報醫師 並帶往負壓詢問區 發燒殘酷 因為有從最近有電話邊玩嗎 有從武漢回來喔 欸 醫師肺炎病患一旦經過抽險 採集痰液檢體 就立刻帶往負壓病房隔離 就怕波及其他病患 中途都必須為起封鎖線 限制路線 我們這一次的一個應變的速度 還有就是包括醫療體系 還有一般民眾的警覺性 其實應該比2003年的時候 這個SARS要高得許多 有了SARS前例 台灣各單位醫院 一旦遇到確診病例 都有信心迅速應變 像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也是高雄市區主要感控醫院 其中10樓負壓隔離病房 主要收治確定或疑似傳染病患 共有20床 好疾管覺得傳染病患有一個規定 以目前這種嚴重特殊傳染性的肺炎 如果疑似個案的話 都是要入住負壓隔離病房 做進一步的採檢跟治療 全台傳染病房治醫療網應變醫院 從台北桃園台中台南平德花蓮 就有六間直屬衛福部調度 負壓病床全台104床 非應變醫院也有924床 總共1028床 無論是否在春節期間 有無肺炎 引入病例都已經準備妥當 各單位醫院高規格應戰 記者SNG小組高雄報導